高一鑫 有 你知道投资技术分析理论吗 你了解宏观经济面如何影响市场走势呢 这个 财经插班生 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点三十五分 傍晚五点三十五分 深入浅出告诉你财经知识 财经插班生 旨在九五八城市频道 你好我是一鑫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插班生 这个系列的财经插班生 我们一起来关心 也一起来了解个人理财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今天给您请到的是 MasayaFinance.com 财务教育网站的创办人吴嘉万 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 叫为什么钱总是不够用 这个问题在新加坡 应该有很多人常常会挂在嘴边 而踏入2011年 不只是新加坡 全球各地呢 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 就是粮食价格高涨 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请嘉万来到节目当中呢 就想请问嘉万了 在您看来 一般的人啊 要怎么样做 来举什么样的措施 才能够更好的来应付通货膨胀呢 一般来说 一般人能够做的 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要增加你的收入 像你的收入 必须增加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率 像今年的通货膨胀率 应该会介于 在新加坡来说 会介于4%到5%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能够增加超过4%到5%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应付这个通货膨胀这个物价的高涨的这个问题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做的 另外一个可以做的就是 除非你可以把你身 就是身边的某一些钱 就是把它放在一些地方是可以 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 它也 价格它也会上升 所以如果你把它 投资在一些 资产 它是会随着通货膨胀 高涨 它的价格也会高涨 像如果你从这边赚来的钱 你可能也是可以抵消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充 所以呢 在通货膨胀这样子 面对它的压力的当而呢 最重要的是 要么你就要把你的钱增加 手头上的钱增加 钱增加有两种方式嘛 一种就是通过工作 增加你的收入 另外一种呢 就是把你的钱去投资 然后那个投资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报率呢 希望最好是能够至少达到通货膨胀的一个百分比 再不然的话比它更高当然是好一些些 最重要是不要让自己的钱缩水对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把钱放在real assets 就是这个食物 实在的这个资产 real assets 通常real assets它的价格都会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时候 它也会高涨 当然其中的例子 当然包括石油 包括黄金 还有白银 还有包括当然就是其他的食物 但是 食物当然也包括了房地产 但是房地产如果说利率的大涨的话 其实对房地产它的影响是负面的 所以房地产反而可能不是这么 未必能够在高通货膨胀的时候 它也会大好 它可能会因为如果利率也是高的话 它反而可能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其实其他的一些实在的资产 比如说黄金白银 反而会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时候会高涨 今天的财经插班生访问的是财务教育网站 masteryourfinance.com的创办人 合格财务规划顾问吴交万 明天的节目继续请交万分享 一般新加坡人在理财方面的认识误区和盲点 从中学习正确的理财观念 让自己不再苦恼 为什么钱总是不够用 我是以心 感谢收听今天的财经插班生 财经插班生 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点三十五分 傍晚五点三十五分 深入浅出告诉你财经知识 财经插班生 只在958城市频道